Hello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比赛是一场蓝猫 然后 蓝猫的英雄最近被讨论的非常非常多 然后这英雄自从就是血精石版本的加强 以及一些大紫苑的出现 然后还有A仗效果 让大家对蓝猫的玩法 然后有了新的一些见解 然后这套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 当今的顶尖使用者 苏美尔 苏美尔虽然很多朋友不喜欢他 但是他的蓝猫还是非常非常的华丽的 然后用他来做绝合格蓝猫 本质应该是不大的 然后顺便也讨论一下新版本的蓝猫打法 然后 别说我也零食物地址 李子吃我.top.com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最近有很多新鲜好吃的零食上架 然后五一过后 大家应该要过节也过完了 然后我们来一块来看视频 支持李子一发 地址就在底下 李子吃我.top.com 也是谢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好了 这广告老广告了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买点零食 也没什么太多的新广告词 就是想支持就来支持一下吧 地址就在底下 好了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在苏美尔的选择出装方面 依然是两个吃树 都有养的 以及挂件和两个树枝 苏美尔这场比赛选择卡冰 因为他感觉 中单那个服的100块钱 并不是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说他选择的一个是一个让大哥火猫去拿服自己来中路卡冰 因为他感觉打丽娜对线不是特别好打 其实这种打法也是一个可以的 因为毕竟路人去嘛 苏美尔也没有选择让队友帮忙卡冰去吃服 但是丽娜拿到服上来 钱就应该是比他多一点的 蓝猫打火女绝对是很劣势的兑现 这个火女无论从手长的就是射程还是消耗手段都要比蓝猫多 丰富很多 所以说蓝猫打火女其实压力蛮大的 这边蓝猫 蓝猫这英雄我们做了他很多很多期视频了 然后原来上版本大家表示看蓝猫都快看兔了 然后这个版本新版本蓝猫 加点方面应该还是一三对点 打前级打发育 基本思路还是没变 因为蓝猫在这个版本中 不像他巅峰时期的版本耗篮那么少 所以说这版本蓝猫其实是 这边躲地操作非常非常犀利 不如两个兵兑现能力还是可以的 苏美尔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 自从新一季RDZ走了以后 开始让苏美尔来吃这个资源以后 发现他还是如过去一样亮眼 就是这个选手一看就是 吃资源确实能打出作用的选手 就是这种选手就是没资源不会玩 但是有资源绝对很给力的 一季还是选择让他来吃资源 所以说苏美尔的选择也是问题 就是一季新一季估计还是要围绕苏美尔打 前期苏美尔补刀方面非常非常扎实 8-0的补刀 在一个相当劣势的对线方面 苏美尔做得非常非常好 8-0 蓝猫第一大件应该是瓶子 意义不就是问题不大 这个英雄很需要瓶子的续航 打野具体的打法思路 还是像上 哎呦刚吹了一波你就联络两个兵 还是像上版本的一些上版本思路是正确的 这边蓝猫一直在线上保持很良好的血量 为什么因为活女的消耗手段比较丰富 他要不保持很好的血量 被活女靠消耗 把活女的血 活女如果能把他血量消耗的很低的情况下 这边感觉不太有杀 所以苏美尔由于没加拉 这边直接他就没有去帮 蓝过来帮了一波 他也选择补两个刀把自己瓶子打出来 因为他的估计用完了 所以说这波击杀有可能杀不掉 他也选择没有选择来击杀 然后蓝猫现在由于他线上能力 比他巅峰时期那个版本差了很多 因为他的R号蓝变多 让他刷野啊 对线啊方面压力都是挺大的 所以说蓝猫的前期加点 基本上就是前期的主要打法 还是打支援 尽量不要主动杠杆 能站住线以站线为主 就是还是一个偏刷 16-1基本功非常非常硬 这边机要死 看到赏金了 但还是挂了 他已经有这个意识 但是还是死了 这边刚才能看到赏金贴金化 是一个录像bug 其实实际上他是看不见 他就纯粹的 看到刚才那块上路那个眼眉过来 他可能猜到赏金要杀鸡 这边火女也是 你看他现在这个对线 依然还是很难受 为什么他这个对线 这边有真眼 对线还是非常非常难受 吃掉这个吃掉这个眼睛 赏金前期也是非常非常针对蓝猫 本来就是一个劣势路兑线 然后但是他的补刀 基本功你可以看着 20-1基本功非常非常的硬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 分打不上去 真的是自己的原因 你看你如果能做到 他这个基本功 你上分真的是不难的 这种活女打蓝猫 被打爆了都不丢人 蓝猫都不算丢人 因为确实兑线压力太大了 苏美尔这边要回家了 实际上瓶子也没有 也不太敢出去控服 因为比较稳妥就选择回家 虽然会漏一波经验 但是有蓝猫帮他吃 问题不大 就是自己补刀方面 也没有鸡了 所以也送过来补给 他这个血量 很容易被配合 活女配合赏金直接击杀 所以说他的选择 也是比较正确的 直接选择回家 有些时候 该冒的风险还是要冒 但是他没有选择买鞋 买的选择魔暴 因为打活女 他觉得活女持续消耗 确实比较恶心 然后这边再次回到线上 接着补刀 买点TP 苏美尔这次完全自力更生 也没有让队友养TP 蓝猫王名不虚传 虽然大很多人不喜欢苏美尔 但是还是得说 他对蓝猫造诣 确实是非常非常深 他的蓝猫在巅峰时期 那个版本可以说改变了 当年那个蓝猫都是出紫园 主拉的 然后他开发这种 E3对点 前级不点2 主血精神 然后负子院 就让自己的发育变得很快 这种打法基本上 不能算是他首创 但是绝对算是他发扬光大的 可以说改变了一个英雄打法的 在CW在比赛中的打法的一个男人 非常的不错 虽然性格问题有些过于张扬 很多朋友不喜欢他 但是从对他蓝猫的使用 还是没有太多人喷的 一般喷的还是喷的性格 比如说说爱大嘴巴 爱说垃圾话 然后看不起国人 然后等方面 这个方面喷的比较多 但是我基本没见过说 苏米尔蓝猫玩的很菜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 所以说拿他 我们就不扯一些游戏外的东西 我不是苏米尔粉 上一期视频好多人说我在洗苏米尔 其实没有洗 他这个性格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太狂了 中国人比较讲究内敛 但是他太狂了 但是就对于他来说 咱们不评价的赛场外的事情 咱们就对于他 游戏内的还是蛮欣赏的 这个蓝猫玩的 所以我们看游戏就抛开这个使用者 就是让大家来看一下蓝猫的英雄 不能说 我就不喜欢他性格 所以我不看他视频了 这个没有必要 咱们打游戏嘛 还是要看到优秀的一面的 这边蓝猫也是 你看他前击也是把瓶子运一波 然后做出魂戒 一告魂戒继续混线 呈现 然后细使赏金 他防止赏金偷 也是操作 自己在操作 他操作还蛮细腻的 猜到赏金在这里了 等一下 然后赏金应该是要被 赏金应该是能跑吧 拉比克过来 但是控制不够 赏金还是跑了 66的 赏金装了B还跑了 斯米尔这边送来了进化 以及瓶子 运了一波瓶子 让自己的 接着能混线 虎刀方面39-1 火女37-10 在有赏金帮忙情况下 其实这个基本功是相当称赞的 值得称赞的 蓝猫让我们主要看到 后续装备选择 很多碰就主要问这个 这版本蓝猫到底怎么打 是直接大紫苑 还是跟过去版本一样 雪晶石还是直接A杖都有 所以说让我们来看一看 最顶尖蓝猫使用者 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探讨 有的人说先紫苑 说先紫苑好啊 然后紫苑可以增强自己的击杀能力 然后抓人也可以 这种 然后人说雪晶也好啊 发育厉害 蓝猫毕竟是一个后继 一个吧 后继法师 所以说发育能力好 然后又说 先大紫苑效果也很适合蓝猫 然后又说新版本A杖 蓝猫跟蜜团大一样 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说咱们就慢慢看 看看最顶尖蓝猫使用者 到底是怎么玩这个蓝猫的 他前期也没有做鞋 然后直接是 因为他感觉自己也不太需要游走能力 不太会 不太用做鞋来选择游走 还是主要以发育为主 还有 黄女这个爆发力 真的有点吓人 这边不太要杀 蓝猫蓝不是特别多 虽然有狗魂戒 但是也不太敢用一点 容易被拎到一个A杖 不是A杖 一个大招直接直死 然后今天也是 今天因为是那什么 那个中国军远赛也要开打了 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今天就要开打了 所以说离子到时候也会 这边一个粉 然后离子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带来回复 直接滚走 但是也就是凶凶相应 这边想杀吗 我真好凶啊 这想杀 这个想杀有困难补刀 利用自己的回复符 让自己直接补刀这三个兵 非常的稳健 并且自己状态还回满了 苏缅最让人撑到 这种小操作秀起来了 你看他回复符一直在身上 很犀利 很飘逸的操作 看一只挂着恢复 好了恢复用完了 该打野打野 然后今天离子也会在晚间 给大家直播中国区远赛 下班以后吧 估计得到五六点那样子 然后给大家直播中国区远赛的情况 然后也是期待 VG EHOME IG 还有 NUBE 还有CDC CDCVI FTD 这些队伍都能打出好成绩 然后我们期待一下 毕竟都是内战嘛 然后谁能出国 也都是个荣耀的事情 代表中国出去拿成绩呢 发育很不错吧 然后鞋子 他现在已经夹腿 魂戒 以及磨瓶 大磨棒 发育还不错 因为是前期补刀进攻 还是比较扎实 经济方面也跟活女差不多 其实这种烈士路 对于烈士对线 能对成这样已经不错 宿命第一波想动手 杀小歪 有假腿 第一波八级 有一击拉 这边直接滚过来 杀小歪 杨柱 但是小歪一个电 小歪应该是要死的 被宿命直接收掉 这边能不能 A一下 减速一下 但是活女来了 宿命这边还是要跑的 一个D 还有狗魂戒 我这也要杀活女吗 这太自信了吧 这要死的 这太自信了 我操 这个你妈的有点送了 这能幽鬼还在旁边 你这个要杀活女 有点难 收了一个人 倒是自己死掉 还是蛮亏的 然后两边的辅助 都是买出了丁雁书 一般游走 其实游走 英雄买这本书 大哥尽量还是不要抢这本书的 这本书主要还是适合那些 经常游走的英雄 这边火猫TC到 但是也不太好杀 火盾被扬住 莱恩已经到了 先知也飞 但是活女在这里一个T 感觉 莱恩要死啊 如果走掉 就对莱恩化掉 宿命这边也是 活了活了过来 混血 然后加瓶子一块用 然后再让自己迅速回到战场 怎么说呢 宿命蓝猫 还是让人觉得比较厉害的一个是 他的蓝猫技能释放 确实比较连贯 就感觉很流畅 这个蓝猫玩的 他貌似要选择 也是一个主发育流打法 血精石 因为他他的理解 还是先子愿蓝太少 不太好用 所以说他选择先血精石 个人 因为李子也是 对蓝猫 因为李子也是一个蓝猫忠实爱好者 蓝猫巅峰时期 那版本少了无数把蓝猫 那个版本蓝猫真的是蛮变态的 被削弱以后 这个英雄一下冷下来了 现在的改动是 又让他重新有有望 回到CW舞台上 其实我让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反正最近路人打了好多蓝猫都carry了 虽然顶端局还是蓝猫出场局 几率还是比较少 主要这个英雄对线实在太弱 中前期的参战打架能力 基本上属于那种收割了自己 就很难打收割 除非你队友真的是够强 要不是打不了收割情况 这个英雄经常是抓人自己也得死 蓝猫这边 蛇帽控制一下 蓝猫已经躲过来 然后A死 蓝还是挂了 那么这波支援让自己收到了 收到了一个 就是是他的人头吗 哦是 收到了一个人头 那他应该马上就把挂件一扔 然后利用 利用一个小细节 然后处理 他还是要做血精神 第一个应该是经济球 经济球是称雪称蓝最好的道具 所以说 加一定的血量也加蓝量 不像活力球只加血 然后能量之球只加蓝 他这种加175点木耳值 175点生命值 然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经济球也是三个球中最贵的 性价比比较高 你没蓝了 没蓝了肯定 如果让你选择没蓝或者没血 你肯定选择没蓝 因为没蓝你不会死 没血你会死 这把火猫很凶效 但是猫子们没tc到 那这样应该就杀不掉了 前击比分7比6 然后 火女两边大哥一二哥都排在前排 蓝猫虽然死了一次 但是总体来说 由于他补刀比较多 89刀补刀很多 很多人也问说蓝猫 如果面对火女这种兑现比较强势 因为怎么打这样比赛也是给大家选来做教学 然后也可以看蓝猫到底应该是怎么玩 尤其是在苏面 苏面天梯7700多分 然后在这种顶端级天梯的一些发挥 在一些比较低端局的比赛中 都是可以学到的 也是有帮助的 这边蓝猫小滚一下 直接过来清除野 1800多块钱 然后看他选择什么 一般还是选择出血精 一般蓝猫只要能在15分钟到16分钟 能做出15分钟都有点快了 16-17分钟做出血精 都是一个很顺的蓝猫了 就是夹腿夹腿加上瓶子 然后磨棒以及挂垫这种记录装补一点 然后在16-17分钟做出血精 都是非常非常顺了 一般20分钟之前都可以接受 再慢点就属于有点慢了 因为你血精的速度 影响子愿的速度 你子愿做的慢 单杀能力就弱 因为你想嘛 你25分钟的子愿 就是你比如说 你16-17分钟做出的血精石 然后22分钟就做出子愿 你22分钟的子愿 基本上遇到落单的酱油 都可以随便提的 而你25分钟子愿 就是遇到一些脆皮才能提 就不是22分钟基本上 只要不是对面最皱的 猎丹啊 杜摸这个英雄不好提 上野英雄基本上都可以随便提的 你25分钟的时候做出来 就只能提低酱油了 你30分钟再做出来 基本上连酱油都提不掉 先知这边再次死掉 苏美尔由于前期参战 确实比较少 蓝猫的英雄 讲道理 大家太容易死了 这版本蓝猫千万不要满头干 一定要是以刷为主 这英雄死不起的 而且主要是 他在团战中打输出是很危险的 是需要冲进去打输出 控制也比较近 不太可能站在远处甩技能 而现在蓝猫这个蓝量 大招蓝量和R的蓝量增强 让蓝猫这个英雄可以说是 打团战 只要你滚去 有可能拿到人头的同时 自己基本上都活别来 所以这英雄前期一定要以刷为主 这个大家切记 一定要切记 就是刷钱 怎么刷的快怎么来 这边你看队友崩的挺厉害的 但是没办法 蓝猫也去 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估计你看 苏密尔这场比赛 16-17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还差 1000块钱 1000块钱 估计也就是 两分钟事 十几分钟基本上就有资源了 就有血精了 很肥了 这边直接把自己蓝全刷光 直接TB回家 然后带上真文石 然后优鬼带领警方 不准推打 也没什么太好办法 他们现在也确实解决不了 火女做出了吹风 经济排行榜 达到第一位 这波蓝猫的 1600多的血 1100的 1170的蓝 还可以 也真是速度也不算慢 主要这样 比赛他基本没什么人头 就两个人头 然后也没有助攻 队友局势都比较崩 所以说他这时候 其实是还是以刷为主 蓝猫基本上 前期不要老想着主动去杀别人 就是刷 以刷为主 就是能刷也刷也能收线收线 然后蓝猫一般 他逃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只要不太 这边 但蓝在身边 扬一下 这边苏面猫子想搞 滚过来 一套技能 直接矮蓝 这个大招讲道理有点抢人头 苏面利用两连滚 直接拿下赏金 这波他们太精进了 方黄开大 然后这里蓝猫再A一下 应该可以滚走了 再滚过来 刷小歪 这被拉住 但是自己小歪的空插还是挺亮的 再有口魂戒 应该是能安全撤退 这边想杀吗 不要杀吧 歪有控制的 诶 这里蓝猫 好像猫 四十一 死的感觉 有一口能量魔棒吃了 但是啊 没死没死没死 想拿滚躲一下 但是这波还可以 没死 挂掉一卖 基本上就可以雪晶石了 挂掉可以卖了 然后他不选择买挂掉 他觉得前几蓝量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凤凰的血量 讲道理该走就应该走了 哎呀 我就感觉这个血量就很危险 蓝猫直接两连滚 原地滚 现在蓝猫一定要掌握好原地滚的这个东西 你滚的距离太长 滚的距离稍微长一点 那个浩兰就不是蓝猫所能承受的 这边已经做出了血晶石 然后下一大件选择自愿 十几分钟还是比较顺的 算20分钟以前基本都算顺风的 你再慢点就很难了 蓝猫这边下一大件也选择要出自愿 然后看看隐身服务 隐身服务还不错 感觉能提波丽娜 丽娜血还蛮多的 只要多少技能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他不愿选择冒风险 还是选择先刷 身上有赏金的标记 现在标记一一截了 绝合哥讲道理最近也是很久没给大家更新了 也是更新几期 然后第一个是我一个零属屋地址 例子出我的头部.com 也欢迎大家能来看看知识例子一发 或者来看看李子直播都可以 然后谢谢大家一路即王支持 每次我都要说 谢谢大家一路即王支持 因为怎么说呢 毕竟 还是还是这个道理 就是 每一个主播的成功 还有杰说 真的很感激你们朋友 你们来一块跟李子分享 看到的比赛啊 还有一些人生的看法 其实我个人感觉 刀的这个游戏就可以已经算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重要的人生一部分了 所以说真的很感谢有你们陪伴着我 然后我一直所以我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把你们当朋友看 所以每次我都会说谢谢你们的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真的是少不了你们的支持 这边蓝猫把挂尖卖了 然后这边有鬼飞过来 给我杀掉了琳娜 小Y一控扎 蓝猫滚过来先杀小Y 小Y控制 我小Y拉不到 我天操作有点秀啊 13个能量血精石还是挺顺的 插起来再滚过来 放R直接炸死 两连双杀 一波能量直接收到14个血精石 我就说这版本为什么蓝猫很厉害 就是前期跟过去一样 对线稍微被压点 但是比上个版本好玩的原因是什么 上版本一出来血精石是8个的能量 回蓝其实不够 12个能量就回蓝就挺 就比8个要多一些 多一些对于蓝猫这些就是挺质变的 他只要能刷出血精石 只要在团战中收割一波 你看苏米尔这波 14个能量的血精石 一波回25.3的蓝 这加一个空军杖 他现在就是刚才那波收割了 12个能量 然后收掉两个人头 直接变成14个能量 14个能量的血精石 就对蓝猫的再配上一个空军杖 或者接下来子愿 他回蓝就很够了 蓝猫这英雄怎么打后期相信我都不用教大家 蓝猫这种英雄打后期还是超easy的 因为这英雄后期就是强 哪怕你操作有些瑕疵 不能做到良好的滚 这英雄也有无敌距离的先手 就是他后期只要有血精石 有子愿 或者甚至后期的羊刀 以及兵甲这样的东西 兵甲可以共开视野 然后羊刀可以共控制 基本上可以单抓 就是他在中路可以去抓上路的人 这真的是极其可怕的先手距离 单杀能力极强 后期能力非常可怕 这也就是为什么蓝猫这版本 还有人玩 哪怕后期那么弱 就是前期那么很难过度 太弱的情况下 他都能做出这个 就是都有很多人玩 蓝猫子愿应该还差了 一千到不了 也就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对于蓝猫来说 就是两分钟的事 两分钟以后蓝猫有了子愿 就可以单杀一些 就是单提一些来带线的人 都是比较好提的 上一期很多朋友说 有吹麦的 吹麦的 吹麦的问题 因为上一期麦克风加强 开的稍微有点大 也是给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这一期应该是问题不大 扫描一下 没有人 孙明儿扫描一下福点 看福点有没有人 直接踢上来 接着把上路 他已经快要资源了 蓝猫子愿 做出了以太 然后先知一个大招 还有两波也刚刚拉了一波 还是挺舒服的 他这样很快就可以有 有那什么了 有子愿了 还差三百块钱 二十三分钟之内 肯定是能做出来的 火猫做出了跳刀 火猫是装备 飞鞋狂战 加跳刀 输出环境还是挺好的 补了很多输出装 就是补了很多环境装 最后再补了几个刀 应该一个滚 几个收掉 813块钱 还差点 已经好了 813 我刚刚看着 想象你们子愿是700 就是想象 把子愿想象850 750 忘了 那这样 23分钟 子愿刚好拿到 这时候就可以单提一些 带线的人了 可以 玩法还是跟过去版本 差不多 他对于A杖的理解 优先级并不是很高 大子愿的优先级 也并不是特别高 还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新版本 玩的 还是做出子愿 看他后面会不会选 做大子愿 雪晶收入接大子愿 还是常规的 扬刀兵甲 这种东西 这边你看蓝猫 现实局里可以看见了 很夸张 蓝猫往上走 小Y再往前走一点 估计就要死了 小Y应该是要挂了 蓝猫 火猫一滚 蓝猫飞了 直接撞死 再拉一个 给张子愿 大叔说 这 这油鬼感觉 应该会被暴死 蓝猫被吹风吹一下 被剃倒 但是自己会死在这里 但是问题不大 收割了 收割两波 达到变态杀戮 虽然雪晶师的能量 回去了 但是也是杀掉对面 这边有鬼 这个风黄弹 讲到雷是有可能被A死的 火女 哎呦我跳过来了 风黄弹没被A死 哎呦妈 博葬嘴 真是传说的 博葬赏金也死了 这波就火猫跑了 蓝猫活得比较快 这波你看 他这个刚才十字架能量 这里 琳娜 跳过来 就要死了 这边再拱过来 双猫 双灵开带 一人一个人都 非常的开心 1540块钱 蓝猫下一大下选 做林肯 因为他感觉有小Y 小Y的羊 对于他限制 确实比较大 他的理解 是不着急出大自愿 蓝猫有的 有的朋友 我看蓝猫 飞上去以后 拉的同时 直接给自愿 其实不太好 离子圈 你就是 飞过去 然后 把内际下 飞的被动打出来 这边直接接自愿 因为怕赏金引身 怕是没反应的 赏金引死 Boss 你这样 赏金这种 有隐身的 可以直接飞回来 给子愿 像抓一些优鬼 这种 应该是 先拉 先滚过去 把被动滚出来 就是你在滚的空中中 一个劲的A他 然后就会 直接还没落地 就把内下被动打出来 然后接拉 然后再打一套 EA R A 然后再 再 然后接自愿 再R A 再滚 G A 就各种 A就行 这套操作 打时间长的都能很连贯 所以苏米尔这个我一直没什么吹的 我只说他蓝猫节奏比较好 这个讲道理不难 三千多块钱 你看蓝猫的视野就一直在一些落单英雄上面切 但是切屏稍微有点晃 优鬼做出了分身斧 经济还可以25分钟 优鬼这个分身斧 战鼓 其实这版本 我个人感觉战鼓这版本有点弱 优鬼这是那套 会剧 我个人感觉 不如豪那套好看 识别度不够高 这边他先出 他选择先出零零卷周 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大紫园的优先程度并不高 别裸大紫园 因为这个东西很贵 真的很贵 七千块钱的东西也不加什么属性 蛮贵的 所以说 千万不要裸大紫园 裸大紫园没什么用 这种英雄是给后期用的 就是你没格子的时候合一个 过去紫园打到后期神装的时候 总被人诟病作用太小 所以给紫园来一个加成方案 这版本冰蛙增强了法盒 削弱了物理系对于物理系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物理系很依赖BKB 敏系后期非常依赖BKB 我一直要输入 他用的就是 这边蓝猫上有TP 应该是要打得T了 哎 这这不提啊 他感觉打不过了 所以说 没有继续 没有来 火猫和蓝猫 两人都保持良好的刷牵节奏 所以说 讲到零话 其实高点那波苏美尔 居然没选择T了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支援一波的 因为对面 他感觉对面五个人 没有选择很迅速的支援 还是选择刷 对面发育 他想先把林肯刷出来 火猫也做出了林肯 火猫装备也非常非常好 现在这感觉两只猫的经济领先有点大了 火猫也是在经济的代线 先做了跳刀 林肯狂战 对于保命装做的非常多 林肯跳刀都做了 然后 这边直接拉 切入距离非常非常远 通往直接死掉 哎 还是自愿死了 但是 实际上有恢复佛的拉柱 问题不大 哎 他刚刚用了一个TP 什么鬼 他刚用了一个TP 应该是点错了 他可能想点瓶子 这边你看男猫再往这边走 我在这儿 没复复 已经要滚了 估计 他直接滚过来 自愿 直接一死 我现有距离真的是太远了 直接从中路一塔 直接飞到这里来 虽然自己对自己能量消耗比较大 但是他身上由于有15个能量军 是爱双倍 又是一波单杀 举起来 蓝猫直接飞过来 应该是 一个TC 大鞋子解掉 先知过来 蓝猫应该是没 我以为他要飞过来了 叫他并没有选择飞 这边也重复杀到双击猎人 队友比较多 这波蓝猫是有双倍的 在等队友 要动我了 火猫来了 到TC 然后HU鬼太不小心了 最终被蓝A死了 然后两只猫开始疯狂打蛋 最终弹也是被他们轻松打掉 这里小Y的位置要小心啊 哎 这蓝猫感觉要起飞了 再往里走点 扑空了 小Y赶紧跳刀加TP 最终让自己逃出生天 蓝猫现在由于有17个能量军 所以回蓝真的是完全不成问题 所以技能用的相对来说就很奔放 而且他刚才只要能找到小Y的位置是极有可能杀的 现在这个蓝猫基本上就属于成型了 嗯 装备非常非常好了 好啊 29分钟就有三天套装备 真的是 林肯 紫苑加上雪晶石 这个装备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他现在战斗力就是爆表 我感觉这样比赛到打到后面就是蓝猫的show time 确实是蓝猫只要前期还是讲道理 还是看你怎么刷 会不会刷 这个很关键 只要你能刷的很肥的话 这场比赛真的是你的show time 莱恩很懂事儿吗 你看苏维尔现在也是尽量用一些小滚 因为滚太远太费蓝了 这版本蓝猫真的不能瞎逼滚了 先知做弱电锤 先知经济并不好 前期死太多 这先知死有点多 4-7 死确实有点多 滚一下滚出被动 这边感觉小爱要死 被责任到 再滚过来 直接被蓝大招直死 拉比克再买经验书 然后现在蓝猫已经18个能量寻一尸了 回来已经比较夸张 上50了 就是证明他10秒钟就能回500点蓝 30秒就能回回满 40秒40秒 一分钟就可以把蓝回满 这边先知做出BKB 火猫再飞过来 蓝猫直接长途奔鞋 直接A死 主打比赛 苏米尔这种 现在这个局势蓝猫已经属于开始掌控全场了 已经掌握雷电了 兄弟 你掌握雷电 这种 这种 就是先这种BKB 这边再一套技能 苏美尔直接能A死吗 还是原地滚一下 但我都感觉你要死 太烂了 刚说你不敌 就挂了 苏美尔也没有选择买活 不着急不用上头 现在还是可以看出来 蓝猫的蓝量还是 太费蓝了 真的是有点费蓝 他的服务时间非常非常快 因为刚才血腥石能量很高 将近20点能量血腥石 拉住我在 出了点电很关键 飞鞋过来 准备来杀这个凤凰 这是图啥呀 找到凤凰还真找到凤凰了 随便按住 火猫主宰比赛 然后那这个塔应该是 也能破掉 蓝猫复活确实太快了 随之能量一高真是好 讲道理 猫家族都是比较灵活的 火猫蓝猫土猫都有唯一技能 蓝猫有滚 火猫有飞魂 然后土猫也是滚 但是一个是滚石头 一个是滚雷电 这边蓝猫过来打一套 但是自己在这里先沉莫莉娜 这他这个紫苑处理相当不错 这里感谢赏金要死 直接也死 懒猫貌似下大战是要选择做一仗 没有选择做冰甲或羊刀 这种常规道具 他可能也想试一下 试一下就是拉的效果吧 那这个塔应该也是能比较轻松推掉 拉到 沉默小歪 然后再再打优鬼 优鬼直接死掉 小歪感觉也难跑三套一劫 直接被虹帮两刀看死 这样再打到现在基本已经丧失全面 非常不错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下新版本蓝猫套路 其实他要出了一张 可以让大家看蓝猫的一张效果 到底是什么样 呃 个人感觉拉一点像迷团那个蓝 但是不无视莫免 这个这个就是 一个大问题 拉不了BKB 所以比 毕竟他CD比较短 但是蓝猫 我个人感觉这些英雄前期 还是得出一些撑蓝量的装备 不可能上来就裸一张 上来裸一张蓝太少了 效果就会很不好 这打也是被轻松拿下来 然后这样比赛马上就要走到了末尾 最终 天归方更更加技高一筹 靠两只猫的精彩发挥 蓝猫和火猫表现都非常非常出色 拿下这场比赛 也是非常精彩一张比赛 嗯 谢谢大家又既往支持 然后也可以来我零食屋看看 或者直接网上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 应该在 六七点在火猫TV搜索房间号7998 或者直接找子的水里子都是能找着的 好啦 比赛就做到这里了 可能一会有人 哎 你看他猫这个拉 拉四个 效果还可以啊 配合一些传控效果还不错 这边再滚一下 最终基地爆炸 嗯 录像编号就在底下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2325113123 好啦 比赛就做到这里 我是紫色水里子 我们下期见